大家好,这里是爱奇迈克,我是老编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Windows 11 没错,现在就可以在PD里流畅地运行Windows 11了 它的安装有点曲折,需要在Windows 10的基础上进行升级 安装文件在我的公众号中,回复关键词在片尾,请各位耐心看完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老规矩还是从yupdump这个网站进行Windows 11的镜像下载 下载过程我就不再赘述了 安装镜像包我放在公众号中,回复片尾的关键词即可 首先你需要在Windows 10中进行升级 需要事先删除安装镜像中的一个文件 不然就像我现在一样得到一个TPM2.0无法通过 所以利用光盘镜像工具打开了光盘镜像 删除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最后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Windows 10上进行升级了 安装过程还是非常快的,大概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 如果用这个镜像直接进行安装是无法成功的 只能通过从Windows 10上升级过来 中间蓝屏等待的时间我们就省去了 看来马上就要安装好了 经过漫长的等待 我们终于看到了熟悉的Windows 10桌面 哦,开始彩蛋移到中间去了 这里给大家提一下 安装完成后记得清理安装文件 打开系统设置 再打开存储 再点开临时文件 再勾选以前的Windows 10安装文件 点删除 然后你需要重启一下虚拟机 这样才能回收空间 请耐心等待一会儿 现在PD开始回收磁盘空间了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的回收磁盘空间 使你的Mac运行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最后看一下Windows 11的变化 还是比较大的 开始彩蛋移到中间 这将是陪伴微软下一个10年的操作系统吗 半透明效果又回来了 让我想到了Wist 7Z的跑分和原来差不多 点开个Word看看吧 好像速度也还可以 打开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看看打字的效果如何 感觉还是Windows 3的Word最好用 最后再打开一个Cell看一下 感觉和在Windows 10里面打开速度差不多 总体适用下来兼容性非常好 再随便打些字看看卡不卡 退出自动保存 窗口的眼角设计与苹果也非常相似 它的窗口调节非常方便 是一个不错的设计 Windows 11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由于时间有限 今天的试用到此为止 感谢各位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然后来看看 再见 遍